因為紅線男子在六號清晨六點多 開著計程車行駛到羅斯福路 跟新生南路口時 疑似攤快闖紅燈 最新畫面也曝光 可以看到一輛機車先是閃過 但是後方的雙載機車 就沒那麼幸運 直接遭到計程車衝撞 當下車上兩人直接噴飛倒地 其中男駕駛頭部撕裂傷 送往台大醫院治療 而後座的張姓女乘客 傷勢比較嚴重 頭部腹部都有出血 而手腳骨折 已經送往萬方醫院開刀治療 來聽警方的最新訪問 經過警方調查 雙方駕駛酒測值均為零 都沒有喝酒情勢 後續警方也會持續 掉月畫面釐清事故原因 也提醒駕駛要遵守交通耗制 同時注意前方的人車狀況 警方判置 警方的調查